新規上路 那大陸海警的部分也登領檢查 那你可以看到呢 6月12號菲律賓還向聯合國遞交的申請 將南海大陸棚延伸至350海里 在6月14號G7峰會聯合公報 反對任何單方面 無力脅迫方式改變現狀企圖 對中方在南海使用水炮 嚴正的關切 是不是也給菲律賓撐腰有了 這個底氣呢 菲律賓的愚民組織負責表示 如果大陸傷害 或是扣押一名菲律賓人 我們就會綁架10名在菲律賓的中國人 我先講最後這句話 我覺得講這種話 如果中國傷害扣押一個菲律賓人 我們就會綁架10名菲律賓人 我覺得講這種話是毫無那個 你如果說真的要做什麼事情 人家如果說在你國家裡面 沒有犯法你憑什麼去扣押這個中國人 那今天來講的話在海上 就大陸他們認定是 你這個是在我的領海裡面 非法捕魚或非法作業 所以我是有法來扣押你的 但如果說是中國人在菲律賓這邊 不管是做生意幹嘛 你沒有任何一個法律 他沒有犯法的話 你去扣押 這是很明顯的違反國際的 基本的人權的一個法規 所以說我覺得這東西只是講一些企劃 那你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你講這種用這種不堪入耳的企劃 來做一種情緒的發現 可見菲律賓現在已經氣急敗壞了 那第二個我要講 我們這個節目已經討論 南海繼續已經討論很多次 那我們一直認為說是 中非到底中國會不會真的動手 結果沒想到它真的動手 才6月15號公布了海警法 那它真的動手 大家記得在香格里拉會談的時候 那時候董軍就有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中國會絕對克制的 但是我們忍耐是有限度的 那時候已經很明確的表達一念 當然那時候菲律賓就不信這個邪嘛 對不對 他就是不停地去挑釁我 試試看你是不是真的敢動我 我後面有美國老大哥支持我 對不對 號稱有兩艘航空母艦航母戰鬥群 羅茲福號跟雷根號在這附近 對不對 你是不是真的敢動我 老美會給我撐腰 對不對 我這邊租借場地給美國 然後你這個解放軍是不是真的敢動手 但是我們前兩天看到的訊息 你剛剛電子面所報告的 只是海警船跟漁船 但你要看到後面還有更可怕的 有三艘055大區在那邊 三艘055 這一艘就夠嗆美國的一個航母戰鬥群 因為它有112個垂發系統 它上面帶了如果說是印記21 超高音速導彈 那一家一家夥給你來了三艘 除了這三艘055大區之外 另外原來說是有071 27船屋登陸艦對不對 它就已經可以帶四艘 四艘的這種直升機跟四架直升機 跟四艘的氣墊船 那結果沒想到昨天又來一個075 所以它是說可以陸海空三軍 同時對你來做攻擊的 海軍的是0555對不對 這個陸戰隊來講有071跟075 所以它這個不打則以 它要動的話它是盡全部的力量來圍攻你 所以我們回到剛剛講說 首戰是不是決戰 你看這是不是首戰 它對你一個菲律賓 它就用殺雞用牛刀 它不太用一把牛刀 它用三四把牛刀 同時來殺你菲律賓這隻雞 那你想想看那種威力有多大 所以首戰一定必然就是決戰 那這時候美軍在哪裡 美軍跑得遠遠的 對不對 不敢做任何動作 那這次來講的話 也讓我們台灣自己要警惕到 這個從檢花運這種動作 它你不要認為它是指老虎 它自敢講 它真的動起手來了 它今天開始實施登船 零檢對不對 明天如果說你再不處理的話 你菲律賓再不退讓 大家互相找個台階 趕快下來的話 它下一步就把你人 帶回到廣東那邊去扣押 最多到60天 從30天到60天都可以 那你想想你菲律賓有多難堪 那我補充再講一下 這個馬德雷3號 你認為菲律賓可以撐多久 我跟你講這種軍艦撐不了多久 我們算押軍應該就知道 它是二戰時期 二戰時期為了兩棲登陸 它做這個船的質量都不是很好 因為它為了大批生產 然後我就是為了兩棲登陸 用這一次 它對它來講 對美軍來講 這種船等於是消耗品 它不是長期要用的船 我就登陸一次以後 對不對 這個兩棲登陸完以後 我就不準備在以後來講的話 這場仗打完我就不要了 那這條馬德雷3號 怎麼會給菲律賓呢 那是美軍不要的 它在越戰的時候 打完越戰以後 它不想再開回美國去 它就給你菲律賓了 就這種船的質量 你看看有多好 所以它現在破這些洞 說龍骨船身裂了一個大裂痕 龍骨有斷掉 我覺得百分之百是真的啦 那你更不要說 船上面的一些機件 可能早就袖拾 在海水裡面泡那麼久 早就不能夠用了 所以說一個颱風來 它真的會被吹刪掉 但是我覺得 解放軍這次來講的話 菲律賓可能也發現 它內藥船撐不了多久 所以這時候 趕快想要挑起這件事情 看美國會不會來幫它 但是我們從這次 現在解放軍真的動手了 不是解放軍 我們只能說海警 真的動手了 那現在看這個球回到美國手上 你是不是真的敢把你的 這種航母派到三艘 這個055大區前面 那雙方你值不值得 你美國值不值得 為了這幾個島礁 跟解放軍來一場南海大戰 我覺得美國絕對很聰明 它絕對不幹這種事情 那現在菲律賓 你自己想辦法 你既然要這個 你既然自己要找球 對不對 你現在果然找球得球 對不對 你還真的是這個臉 你往哪裡放 你人與老百姓被扣壓 那你光講這些話 要把你 抓我一個我就抓你十個 你抓嘛 你抓完看看 後續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是 好說到南海 再來看到是中越的部分 越南正在填海造島 那麼根據衛星的圖片顯示 越南過去幾年在南海加速的填海造路 新增的造路面積大約來到是9.5平方公里 幾乎達到大陸一半 目前在這個大陸田建島 交走面積是18.8平方公里 美方智庫表示越南在過去七個月在南海興建 980公里的陸地 2023前11月的新造土地 163公頃 前年造了140公頃 半年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動作這麼的大 這個話題很有意思 趁你中國大陸跟菲律賓在那裡鬧的時候 它就平命地天 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南海下面有石油 有天然氣 有冰河 對不對 還有就是漁產 你站了島 站了橋 就可以畫你的經濟海域 或者畫你的疆域 所以越南 你不要以為 越南這個國家很有意思 它跟中國有上千年的歷史 秦朝的時候就有兆頭在那邊建立了王國 我到越南去看 還可以看到孔廟裡面 比我們中華民國廢除這個 考試制度還要延後 壯圓 灯花 禁士 帝幾名 但這個國家對中國身懷戒心 雖然講起來兩個都是共產國家 它跟蘇聯 俄羅斯很好 跟中國不見得 以前打越戰的時候中國花了多少錢 在胡志明小進支援他 不到幾年中越就打過一仗 現在這個行為 我跟你講一定在美國在捣鬼了 美國在越南投資很多 也在拉攏越南 那現在就是說 菲律賓在美國的支持下 在那裡鬧南海 何況不是 何嘗不是美國在支持越南 你趕快造島 讓南海的問題變得非常複雜化 美國的目的是幹什麼 南海行動準則 你不要想跟我簽下來 因為菲律賓雖然是小 越南可是大國 越南的海岸線很長 而且越南還有很多軍事基地 當初美國留下來的 金蘭灣裡面很多基地 海港 所以老共也很怕越南被他拉走 所以越南在那裡填倒 老共也只有睜一個眼閉一個眼 這個時候翻臉了 滑不來嘛 你跟東盟其他國家都很好 南海行動準則眼看了就要簽 要不是菲律賓一鬧就可能簽成了 現在菲律賓一鬧 越南說正好 魚翁得利 我也拼命造島 造島以後就有談判的條件嘛 開採石油 開採天然氣 劃定漁區 劃定經濟範圍 對越南來講百利無一害 所以看表面兩個稱兄到底 我們都是共產主義 馬克思的信徒 我跟你講 我給剛剛前面的就發現沒錯了 誰跟鈔票過不去 誰跟海底資源過不去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南海這邊還持續 很熱喔 對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 熱銷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 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 快點購物體驗 mej 小趙